他很久以前他的名字叫小杨嫂 他现在改成了二 看到没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别演话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杨嫂他以前名字 抖音的名字叫小杨嫂 但是现在改成了二 二两个儿子不对 为什么 我给你们讲为什么 其实他也受过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就是被喷 说趁流量 说就像 就像抱大腿一样 像脏粉 一发视频就像脏粉 抱大腿就喷 他为了 不这么搞 就是他把名字改成了二 其实他也受到过打击 还好还好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 他并没有说什么去想 趁流量什么什么没有啊 行我先下来啊 你直播吧 睡觉了啊 我儿子每天一睁眼就说想爸爸 还有就是我儿子啊 两岁半啊 两岁半 其实我很想给你们看 我儿子长得贼帅 贼可爱 给我爸按摩的 你看 给我爸按摩的 你看 给我爸按摩的 给我爸按摩 我儿子啊 听不懂看我儿子干嘛啊 给我爸按摩的 那好 棒棒 哎 哎 看见我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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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爸按摩的 啊 嗯 我儿子啊 听不懂啊 他 我我我妈 有时候拍照的时候 我妈不喜欢 发不空一圈嘛 说你看 然后我儿子旁边 笑一个 看 你妈就不笑了 哈哈 并且 他每天啊 无缘无缘讲这么一句话 一包两包三包上车 没了 哈哈哈哈 他经常讲这句话 啊 一包两包三包没了 上车啊 上车 没了 哈哈哈哈 我我跟家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就说一个说一个事情啊一个我的经历啊 就是一两个月强吧 我去参加一个呃会议 这个会议啊 是某个呃平台举行的啊 是官方呃举办的会议啊 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他们就去了很多啊 这个主播很多博主啊 包括我加起来大概有几十个 就是我在那里坐啊 就是课余时间吧 开会大概要开个几个小时 很多人啊 几十个主播 然后都在开会 啊 他开会吗 你开会就跟上课一样有有休息时间啊 然后我也就坐下来休息了 我看到那一帮网红 哎 都是这样 就有时候会看到人家想 但他们 他们几个啊 这这帮网红在一边聊天 这帮网红聊天 然后我就我一人在坐着 我感觉我都是想 那为什么没人找我聊天呢 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聊天 我就感觉有点郁闷 然后我就说有点齐了嘛 我看到他们都 他在跟他聊天 他在跟他聊天 我就我就哎呀 我就找他们聊个天嘛 我就蹭一下吧 我都感觉好尴尬 是吧 然后我一去 某个网话啊 我都拍一下 瞬间就那种 哎哎哎 杨格杨格杨格 很开 哎杨格杨格 哎能不能加一个 加一下您的威 让他们加一下 我可以可以给 加一个没事 就说跟他聊天 聊那很开 哎哎 我问你哪里的 他说哪里 哎他说 哎你一点家子都没有啊 我说我有什么 我说我有什么家子 他说都不敢跟你跟你讲话 感觉都怕 怕家子 怕你家子大 跟你讲话 你不理 尴尬 我说这有啥 我说就普通人 然后看我跟他聊的 这个人过来了 这个人过来了 结果呢 我一人这里围了一二十个人 我们俩一块聊了 都觉得会不会嫁 觉得我嫁的很大 我有啥嫁子 对不对 那普通人 我当时郁闷 我说怎么都不跟我聊天 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有点 我是不是 让别人不耍了我呀 结果发现 他们怕我有嫁子 怕跟我聊天 我不搭理他们 怕我很装迷 然后都不敢跟我聊天 因为怕跟你聊天 你很装迷 自己不是明面的吗 这种 然后呢 看我就 之后 我那些人我都没有微的 就全部都加了一下 全部我都少了 他说想我少 我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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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 其实我真的是 兄弟们 我说你实话啊 见到我的人都知道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就说说什么 你那么一点价子没有 我有差价子 对吧 我不就是普通人嘛 是不是 其实就是普通人 又不是明星 是不是 其实你们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 什么看到我了 其实 不用偷拍啊 看到我在偷拍 我想跟我拍照 我真的很荣幸你能跟我拍照 假如我在 逛街什么的 突然一个人找我拍照啊 我是很荣幸的 对吧 我肯定荣幸啊 我有粉丝 我不荣幸嘛 对 我根本不会嫌得烦 反正偷拍我有点不自在 最我为什么不自在呢 曾经我去泡澡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 我去浴场泡澡 我光着屁股 啊 一个大哥 在来偷拍 我也不想都没有手机 在里面不能带手 她给她 我走过去 我 我说大哥 咱俩人一起拍吗 我 你能不能不要偷拍 我说 你这发的往上怎么办 他说我拍你头 我把视频放大了 他说我把你视频放大 我拍你脸 然后还有人来说 诶 翔哥 来来来来 拍照呢 直接就裸 我都没穿衣服 我更不好意思 但我都不会烦 我说 诶 大哥 我穿个衣服 我们一起拍 其实你们看到我啊 假设就是你们想给我拍照啊 我非常荣幸 大家 能给我拍照 但是 真的 你看到我 兄弟们啊 我一直这样跟你说 你们在 外面如果看到我了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出去看到我了 你直接喊 翔哥 过来 就行了啊 我肯定会过来 但不要太装迷了 我怕啊 你别 你这身高马大的 这左一个纹身 这个纹身你叫我过来 我肯定不敢过来 我啥得就跑 但是我看我看你要是个小女孩 你有个小男孩 长得挺帅的 我肯定过来 因为我不怕 对吧 因为我就是个普通人 跟大家发誓 我现在不做广告 我从变线 从去年的 开始做直播 变线 带货之后我就不做广告了 虽然 我星图上面 有这个价格啊 有标的我 广告的价格 但是 那个星图是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设置了 就价格你必须得标呀 所以我标的确实有价格 但是我不做呀 我为什么不做广告呢 我也怕别人怕你们反感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我也怕广告出问题 懂吗 其实有很多人都找我做广告 我我我现在咱们都一家人 我说句实话 我在我在直播卖货 我给你们 在我大号上面啊 卖货 我都是帮你们当自己家人 当我自己家人 我真的 我不想做一些任何一点点对你们不好的事情 我只想你们快乐 我只想给你们带来正面的东西 我不想我不想带来任何负面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广告 我现在直接 拒绝 我不做 就算这个广告好对我没什么影响 我也不想 我也不会去做 什么各种各种斗地主啊 游戏 品牌方 糟糕我 说让小哥让我去用大号去直播斗地主 让我拨16小时 让我拨三个月 我三个月里面拨满16小时就可以了 兄弟们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我有实话是说 我不给你们说一句假话 从1500万 谈到了2800万 给我2800万 让我玩斗地主玩16小时 玩他们的游戏 当然就是一个 跟那个什么 就是一个普通的斗地主 还是上市公司 还是上市的公司 我不是不差钱 我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为什么没做呢 我想了很多 我会不会影响未成年 对不对 我感觉我带了一个不好的东西 就是我玩游戏 我是不是在直播间玩游戏 我是不是对那些 学生呢 或者是 未成年 影响他们 他们会不会跟风也去玩这游戏 是不是 我觉得会有影响 其实我做了很多东西啊 我是怕影响影响到别人 没有吧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说给自己什么挣多少钱啊 我都你挣了 我挣没有 我说句实话 我我已经 我完完全全 找到了自己 我该怎么去做 我该怎么活着 我该怎么活着 我觉得 我要带一些 正能量的东西 是吧 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东西 我真的 我感觉人就是一辈子 你挣多少挣多少 我觉得我一家人过开心 你们过得开心 我不去影响到你们 我不去影响到 我不去影响到社会 带来我要 我能带来正能量的东西 就够了 我只能带来 你更带来 你这么坐